美国康州检察长和两名蒙受数十年冤狱的男子达成协议 同意2520万美元和解 这两名男子部分因刑事见识专家李长玉提供的证据被判罪 法官后来裁定证据是捏造的 美联社报道 康乃迪克州男子伯奇与亨宁 因被控在1985年12月1日杀死65岁男子卡尔而被判有罪 当时依据的证据之一正式有关李长玉提供证词 声称在卡尔家中发现的一条毛巾上有血迹 卡尔住家位于康州首府哈特府西南方 约88.5公里新密尔福镇 但在2020年一名法官撤销伯奇和亨宁的重罪谋杀定罪 之后两人便向联邦法院提出错误定罪诉讼 将李长玉8名警方调查人员 及新密尔福镇列入被告 康州联邦法官博登7月裁定 没有证据显示李长玉曾对毛巾进行任何的血液检测 康州检察长汤维林办公室表示 根据这项协议 两人将各获得1260万美元 但该协议仍需获得州议会的批准 现年84岁的李长玉近年7月发表一份长篇的声明 否认他捏造了任何证据 李长玉强调他对毛巾进行了化学测试 但从案发到辩方专家对毛巾进行测试的20年间 血迹有可能已经退去 他在声明中写道 我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捏造证据 李长玉曾是康州法医实验室主任 现任康州纽海分大学的李长玉刑事司法 与见识科科学院荣誉教授 李长玉刑事法医实验室主任